今天就給大家帶來這道 比較有名氣的彈肉 再做一個彈肉豆腐砂鍋 那彈肉我們會選擇 這種五花三層比較均勻的 可以選擇豬梅肉 下面把它改一下刀 浸泡 一個小時浸泡出血水 冰箱 草果 小茴香 花椒 陳皮 幾個山奈 還有桂皮 香葉 還有八角 好這就是秘製配方的香料包 熱個鍋 加入一些油 這時候我們加冰糖 小火炒一個糖 豬肉 倒到裡面 翻炒一下 上色以後呢 我們加一點料酒去腥 酥乳汁 蠔油 肥麵醬 倒入生抽 老抽 上色 翻炒一下 烘段 蒜瓣需要拍一下 薑我們用整塊的 加入一些開水 需要沒過這些肉 加入剛剛調製好的料包 大火煮15分鐘 轉一下中小火 繼續燉30分鐘 做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肉呢 擀到這個壇子裏 再給它燉煮兩個小時 那壇肉做好了呢 再做壇肉豆腐砂鍋 這是提前呢 準備好的骨湯 加入兩個姜片 燒開 擀一勺壇肉 放幾塊豆腐 蓋上蓋子燒開 我們最後來調一下味兒 白胡椒粉 加壹點鹽 攪拌壹下 用光火 壇肉豆腐砂鍋 就已經做好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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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